说什么叫垃圾人 就是他有诸多的 垃圾想法 垃圾见识 以及垃圾情绪 如果你要碰上这样的人 就跟碰到一个垃圾车一样 一不小心这些垃圾都弄到你身上了 这个世界上垃圾人 他并不是主流啊 我们也不知道这人是不是垃圾人 我们也不知道他 不通人语不懂人话 所以这就涉及到 在我们这个社会 当我们碰见这样的垃圾人的时候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用最短的时间来鉴别出 他是不是垃圾人 如果是垃圾人 我们赶紧惹不起我们躲得起 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呢 我们说到那种动手的垃圾人 是一个极端形式 除了这样的以外呢 还有数不清的这种垃圾人 你跟他说不清道不明白 他也不懂跑来 什么事他也没见识 一旦你要跟他辩论上 或者是打上交道 或其他的方式 他就在那胡搅蛮缠 把你的时间也耽误 事情也搞乱了 他把你直接拖到傻瓜的位置 然后他用做傻瓜的丰富经验 去打败你 这也是一种垃圾人的形态 那么像这样 林林总总的垃圾人 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出来 怎么样能够用最好的方式 驱离避害 咱们这期就给大伙说说 我们怎么样对付垃圾人 首先呢 咱给大伙分析一下就是垃圾人的表现 有几种状况 就是你一看这人身上体现了这些特征 你赶紧离他圆着 垃圾人的大体呢 常见的有三种表现形态 一个叫不分好赖 一个叫见识前短 一个叫恼羞成怒 这是垃圾人的三个基本特征 我首先说这个不分好赖 这以前我们管这样的人说 你不傻 怎么不分好赖 不懂人语呢 哎 这是垃圾人的初级形态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自己死咬着 一个道理不放 就用单一的标准 衡量所有的事情 他不会考虑 你的用心呢 你说的东西对与错 他就按照他的刻板的 偏见来认知你 他有个极为恒定的标准 不因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 而产生变化 就这样的人 往往是不分好赖的人 就这样的人 是垃圾人的初级形态 有人说这也没啥不分好赖 我就躲开他 还有的时候 他的一些见识 容易把你给拽到漩涡里去 耽误你的事 这垃圾人的第二个特点 稳定 见识前短 就他没见识 没见识造成他的判断 很多时候是失误的 而且他坚持他的判断 这就坏了 就容易耽误你的事 这些垃圾人 见识前短 而且死不悔改 他也不学习 他也听不进不同意见去 庄子 这部书里边就说到 有这么句话 叫下虫不可与兵 井娃不可说海 什么意思 这夏天这虫啊 他就过一下 他就死了 所以你别跟他谈兵 那冬天才结兵 他根本不知道 一个井底之娃 就在井下挥一辈 你跟他谈大海 他更不知道 所以这叫下虫不可与兵 井娃不可说海 就这个概念 所以你待会琢磨琢磨 这样的人 你就别跟他降了 别跟他掰下来 别跟他求个11122 你求不明白 那不可能改变 如果你要真有这种事 所以你跟他硬降到底 说白了 该处罚的是你 你怎么能奔到这程度呢 你怎么把自己拉得 跟他一平呢 别和傻瓜论短长 你跟这样的垃圾人 变不出头了 最后把你给带勾里去了 所以这是垃圾人 第二个特点 见识前短 要光是说不分好赖 见识前短 在一定程度上呢 赖哈喉多脚面 不咬人恶心人 也就顶多了 可是垃圾人的第三个形态 是这个社会垃圾人 最大的危害 叫恼羞成怒 就这样人往往情绪极容易冲动 你要不认可他 他来气了 他会上纲上线的 往歧视 诸多的不好字眼 他认为你瞧不起他 谁认为你攻击他 他这时候 能突然拉下脸来 对你攻击 这是这类垃圾人最可怕的 就是他身上充满着一种 负面的垃圾情绪 碰上你 你跟他较真 他就把垃圾情绪 全到你身上了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这垃圾人最大的危害 就恼羞成怒 他一旦觉得自己 被瞧不起了 被歧视了 他很有可能就做出出格事 当然我们说这个 和真正被欺负的弱势群体 是不一样的 是他们幻想以为自己被欺负了 其实是自己做的不好 或者自己做的不到位 但是他却把别人 对他的这种 相对正常的负面评价 当做对他人格的侮辱 他从而恼羞成怒受不了了 所以我刚才给大伙说 垃圾人三个特点 由初级到高级 一个是 我们说这个见识前段 不分好赖 恼羞成怒 那么咱们把这些总结完了之后 得跟大家 分享一点事 就是我们碰到这样的垃圾人 我们怎么办 大家记住两点 一个叫跳圈 一个叫认怂 您可记住 什么叫跳圈 咱们不经常说 你碰着个傻瓜 你没法打败他 他一定会把你拖到他那圈里 然后用他当傻瓜的丰富经验 把你打败 跳圈什么意思 别进他那圈套里 咱蹦出来 为啥 就这些人把你拖到他们的圈子里 你天天跟他摸帕滚打 你能有什么仗金 你看负面例子 我再举水壶里头 杨志卖刀 杨志世家子弟 生活所迫 把刀拿出来 卖 他说我这刀啊 砍断铜钱 吹毛利刃 杀人不见血 碰着个无赖牛二 这牛二就是个垃圾人 你说什么 说你这砍铜钱 吹毛利刃 这怎么都能看见 杀人不见血 你给我展示一下 你真杀人不见血 我就买 杨志说 那咱哪能杀人呢 我跟你宰挑狗屋你看看 真不见血 哎 这牛二说 那可不行 那杀人不见血 跟杀狗屋不见血 能一样吗 不行 你有能的 你帮我杀了 我看看 你吹吧你 说白了 这就是个垃圾人 就把杨志拽到虎脚蛮缠的圈里了 结果杨志一下子 真被拽进去了 没做到跳圈 成了和这个牛二一样的垃圾人了 一来气拔出刀来 把牛二给杀了 自己惹上官司了 就你被这垃圾人给拽到他那圈里了 结果你最后成了和他一样的人 何必呢 应该从这里头直接就跳出来 这就对了 就别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 赶紧跳圈 我连你远远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跳圈 就惹不起 我躲得起 第二个呢 有时候针锋相对的对抗的时候 你面对垃圾人 你就认怂吧 你就认输吧 不丢人啊 不丢人 你说你万一乘一身是气 他割刀把你捅坏了 再怎么着 他们受到司法的审判 我们这个损失已经造成了 你想想哪头青哪头臣 冷静理智的保护自己 遇到垃圾人 咱们认怂认输 咱不丢人 你看 我觉得这种方式 处理的是比较恰当 这没错的 这就让我想起了历史上 很有名的典故 叫韩信 受胯下之主那事 韩信呢 想学万人敌啊 比如我兵书战策都通 打着一把宝剑 在大街上溜达 碰到一个杀猪吐狗的 看韩信 你牛啥牛啊 你装什么装啊 还拿把剑 好像你是个勇士似的 你敢杀我吗 你有能的 你把我通死啊 我看看 这就典型垃圾人 在那挑衅 闲得没事 那你要不敢 你这样 你敢通死我 你把我通死 你要不敢 来来来 两腿分开 你说我胯下爬过去 多大的侮辱我这是 所有人都等着看韩信呢 拔出刀来 把他捅死 没有 韩信看看他 很快趴到地上 顺他胯下钻过去了 旁边人笑了 这个懦夫家 哎呀太丢人了 哎呀还读兵书战策 韩信脸上没什么表情 万不由人回去了 走了 为什么韩信成事 这人了不起 这才叫不跟人一般见识 我和你不是一个层次 你这么一个垃圾人 死不足惜 我跟你对命 我跟你偿命 我是有大作为大本领的人 我能在这个问题上 跟你斗一时之气 把我有为之神死到这儿吗 我把你杀了 我吃官司了 我什么也不干了 完了 所以韩信 这才是大人大义 大智大勇 有见识 有担当的人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有为之神 我给你扯什么 那中国历史上 有不少这样的大英雄 平常你看 让人欺负干啥 他都不吱声 因为你垃圾人 我不值得 你等到他真正的 有所作为的时候 惊天地气鬼神 所以往往越是 大智大勇的人 面对着这种 粗书其来的 这种侮辱的时候 他越能忍得住 他越不会跟垃圾人 跟小人一般见识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遇到垃圾人的第二招 认怂 你对这样的人认输 你不丢人 他为什么 一个简单道理 你跟他认输之后呢 大不了他 小不了你 他该垃圾还垃圾 你该是你还是你 你一旦要跟他较劲 你俩杀人一万 自损八千 两败俱杀 最终结果什么 不值得呀 你为了这事多不值得呀 所以今天我给大伙说了 有关对付垃圾人的几种办法 包括识别垃圾人 你永远记住 碰上这样的人 能躲则躲 不能躲则认输 咱们一点不丢人 为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 自己是有作为的 我们不能把自己 有作为的 有价值的部分 和这些无价值的东西 在一块 消耗殆尽 那样你的一生 将会充满着遗憾 咱们不斗气 所以最后给大伙说一句 推心知府的话 人呢 不要和猪一起摔跤 人跟猪一块摔跤 摔超过五分钟 你还分得清 谁是人 谁是猪吗 你好好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么个零